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,南加州警方近日在博班克高中举行记者会,呼吁青年驾驶员和所有市民注意交通安全。 每年的4月是全美分心驾驶意识月,而4月的第一周也被誉为加州青少年安全驾驶周。 南加州警方近日在博班克高中举行的记者会,意在提高市民对于分心驾驶的意识。 加州参议员、博班克市警方、博班克学区代表及博班克高中学生参与此次活动。 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的数据显示, 分心驾驶是导致美国青少年意外死亡的首要因素,而加州占有10%。 在加州,每年约有4000人丧命于青少年司机导致的事故。 开车打电话、发信息、玩手机,相比普通情况下专心驾驶,车祸的发生率高达三倍。 那这个月呢,全美的警员,就是说我们除了就是说平常这些会拦下这些违规的行动以外,像超速啊,不计安全带啊,或者是这个跟车跟的太近,这些危险行动以外,我们还会将一些这个特别是,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个分心驾驶,就是开车时使用手机,讲电话或者是传简讯这一方面的。 那这个,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4月底,这一整个月呢,就是我们这个加州公路巡警会在公路上面,或者是任何社区里面找到这些分心驾驶的话,你可以确定就是说会被拦下来,也很有可能会被开一张罚单。 南加州警方表示,在全美分心驾驶10月之际,警方会加大对分心驾驶的打击力度,尽可能杜绝市民在驾驶途中使用手机,降低伤害事故,车祸死亡等意外发生。 凤凤华卫视前立涛,实习记者江月眼,洛杉矶报道。